我從戴幸存比賽到現在 很像還沒有空手而歸 因為一直對我們的選手 一直對我們群眾充滿了信心 他從17歲有帶他比賽 我就跟他說 比賽最主要意義就是在享受比賽 就跟小戴 就跟我們台灣志凱等等的好多人一樣 他們都已經是世界一流選手 他們該為國家爭取榮譽等等的 都已經有做到 所以我教他們說 能夠心態擺著享受比賽 我們能夠把你現在的狀況能夠發揮到最好 這次很榮幸我們三位女子 能夠代表我們台灣出賽 也非常難得 因為能夠代表參加奧運 這都是一時之選 都是世界的最優秀的選手 能夠來到巴黎花都這麼美麗的地方 然後大家都在為了我們台灣 為了大家 為了他們的團隊 為了台灣的榮耀一直在打拼 就像記者今天說的剛剛提到的問題 現在我們這三位選手在大家的關注 大家的關愛之下 以及我們整個隊本部 我們運科人員等等的這些協助之下 有越來越好 所以我們都可以期待我們這三位選手 能夠在這麼美麗的地方 發布巴黎能夠一掌長彩 能夠希望不能一馬擔心 但我們後來居上能夠在我們的代表團的榮耀板上 在鐵上 那有沒有提出一些為了比賽而要的一些要求 比如說要吃多啊 或者是不一樣的食物之類 或者說睡眠各方面 其實就好像出國前 每個項目不一樣 我就認識拳擊真的很殘酷 為什麼 他們第一天就有賽程到最後一天 他們是賽起最長 然後每次比賽都要過半 不像我們舉重 但我們舉重殘忍在哪裡 賽前兩小時過半 你要恢復時間不到兩小時 這時候你要吃什麼 我就跟記者講說 我沒有吃泡麵 哇 怎麼會吃泡麵 不是 為什麼 因為有台灣味 他們可能 聞那個味道 吃一小口麵 然後喝一小口麵 其他都是教練吃的 所以教練都會變怕怕 然後這一次我們有上次公益 特別準備我們台灣大家最熟悉 也是全世界最愛吃的牛肉麵 肉燥棒等等的精心的調配之下 所以讓選手呢 雖然人在異鄉 雖然是在發度 但是我們的心 我們的飲食 我們各方面都能夠跟台灣很熟悉的環境 所以我們知道 你的心理狀態非常熟悉 你就會非常安定 那非常安定之下 我們說 臨近才可以支援 所以你的心態擺正各方面 所以你有這些的話 才可以提供你 能夠有一個好成績的一個表現 他現在的準備情況 還有就是說 當然也有人就說 他其實已經是 成就已經到了一個非常高峰的狀態了 有人是跟他建議說 你就享受比賽 那教練你怎麼看 其實不是這一場比賽 是享受比賽 其實我從他帶他 他從17歲我帶他比賽 我就跟他說 比賽最主要意義就是在享受比賽 第一個 以他的成就 就跟小黛 就跟我們台灣 志凱等等的 好多 好多人一樣 我說你們不需要再 像死人 再像國人 證明你們是什麼 position 什麼位置 其實就像你說的 他們都已經是世界一流選手 他們該為國家政權榮譽 等等的都已經有做到 而且他們這一次 隨著年紀 隨著三次的加劇 加重 所以都會好好的治療 所以我剛來的時候也看到 我們選手都在武治所裡面 都在做一些恢復的動作 不只治療 所以我叫他們說 能夠心態反正 享受比賽 我們能夠把你現在的狀況 能夠發揮到最好 管理就不會呢 喔 這個是我們兩個騎兵 所以也就是說 就像上一次東京奧運 記者一直問我 一直不講 一直到文匯要比賽前 記者問我 林總教我們可以留下來看嗎 我就說 如果你要看好戲的話 你就繼續留下來吧 一樣幸存跟文匯都同一天比賽 幸存是當地時間 幸存是三點比賽 文匯是七點半比賽 我還是那句話 如果要看好戲的話 請你們繼續留下來 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最新的資料出來 就是我們昨天 開會完的結果 然後今天就會顯示到 每一個量級 他們現在最新的狀況 因為我們可以從數字裡面 也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當然啦 數字是一個冰冷的 也有可能是一個很堅強的 但是也有可能是怎麼樣 而與我乍的 因為這些 因為怎麼樣 我們沒有黑V組 只有一組決賽 所以你可以寫少一點 寫多一點 所以這就是後面教練 鬥志方面等等 聽起來是有點神秘 你一定從數字裡面看到了什麼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嗎 OK 就是可以拿到獎牌 因為我不曉得 我從戴幸存比賽到現在 好像還沒有空手而歸 所以很有信心嗎 對對對 因為一直對我們的選手 一直對我們群眾 充滿了信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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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